各位午安 歡迎收看謝時新品快訊 我是主播Jimmy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Sportlink最新推出的R2 Plus導播直播攝影機 一定要這麼拘謹嗎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R2 Plus導播直播攝影機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拍過一個叫做 可以自導自演的直播導播機嗎 就是這個影片 其實真的很方便 一個導播機就可以直接做我們現在直播 或者是我們直接切換導播 一個人就可以搞定 但是我們有很多客人就是說 這個導播機難道它就不能夠不要電腦 直接一鍵直播嗎 甚至就不能夠直接插上硬碟就可以錄影 它的選單好複雜 還要進那時選單很麻煩 還有組合鍵 你們這些熱心的民眾 感謝你們的回饋 Sportlink就推出了新的導播直播機 叫做R2 Mark II 不是啦 是叫R2 Plus 簡稱2 Plus 這款導播機呢 它增加了非常多的功能 首先 剛剛講的 它可以直接的一鍵直播 一鍵錄影這些功能全部都有 而且大幅的改變操作介面 就可以讓它變得更為直覺化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它的硬體有大幅度的升級 我們先來看它的屁屁照 跟之前沒什麼差別 其實差別蠻大的 除了四個影像輸入之外呢 它的影像輸出有兩個 以前只有一個可以讓你輸出給監看螢幕 對導播自己用 但是你現場可能還有製片啊 現場可能還有其他的工作人員想要一起看啊 甚至你要打到大螢幕上面去做活動使用 那怎麼辦呢 現在有兩個輸出 所以說就不會搶螢幕的問題了 接下來呢 同樣是網路孔 在這網路孔的功能完全不一樣喔 之前只能用來控制PTZ而已 現在這網路孔呢 它不但支援遠端Web的介面操作 等一下會講到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直接一鍵直播 對只要接上網路 就可以按下一個按鈕 直接直播不用電腦 多方便啊 接下來呢 就是它的USB-C的擷取功能呢 接到電腦裡面 它一樣可以輸出給OBS 或者是你要給視訊的一些會議軟體 可以直接使用 相當方便 那我們背面看完了 我們來看它正面 按鈕好像變多了耶 會不會很複雜啊 不會 主要呢 首先第一個升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多了電源按鈕 電源開關 這有什麼好說的 之前是只要一接上電源它馬上就開啟 但是我現在如果直播結束 我總不能每次都要拔電源吧 那現在你就算插著電源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關機 接下來呢 它有三個音量旋鈕功能 以前要調整音量的時候 都要進選單 才能各自的音路做調整 它現在的話可以讓你一次 可以控制三個音路的部分 相當方便 另外呢就是 一鍵直播 一鍵錄影 這些功能呢 都直接有一個專屬的按鍵 所以說呢 你只要按下去就可以馬上操作了 不用再進選單裡面 那另外呢就是 它下面 PDT操作的部分呢 它改善非常多 以前是用旋鈕在那邊慢慢旋慢慢旋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麼操作 現在呢 它多了一個叫做蘑菇頭 萬象蘑菇頭 讓你可以直接的 直接像打電影那種一樣 去操控你的PDT 更為直覺 也就是呢 你可以完全不用再依賴控盤了 接下來呢 我們下面的四個畫面切換按鈕的上面呢 它有一排的多功能按鍵 無論是場景的切換 無論是一鍵的去背 這些功能 全部都有 一應俱全 只要你熟悉的 它就非常好用 一樣它有一個類比的推改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導播很重視 切場景的時候 它的手感 那這樣的話可以切到一半 或是你要快要慢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喜歡就是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直接切換的 那它也有自動模式 甚至還有一個叫簡易模式 我們等一下場景切換的部分 都會說明 另外它還是有一個多功能的數位旋鈕 那這個東西在選單的操控起來 會非常方便 另外它的操作介面呢 也變得更為人性化了 除了像這一個我們的 控制螢幕的部分呢 它除了有讓你輸出的畫面 以及編輯畫面的顯示 四個輸入源畫面的顯示 即時顯示之外 它下面這些選單的部分呢 全部變成是圖形化介面 也就是說你更能夠知道說 你現在在操控什麼部分 而且它在音量調整的部分呢 也有相當的改進 以前呢 都是進入選單裡面 然後呢用數字啊 1234這種數字去調整 但是現在呢 它全部變成圖形介面 而且呢 所有的輸入源 以及最後的總輸出 它都是一整排的 讓你像混音機操作一樣簡單 好了 現在到了我們的示範操作時間 在開始示範操作之前呢 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現場的配置是怎樣 我們現場呢 這次不是由我直接來操作啦 我們是由我們的 謝時老補董 謝時資深員工 龍哥來為各位操作 現在呢 輸入源1號呢 就是拍攝我們龍哥帥氣的背影 跟大家找個招呼啊 喂 對 好 攝影機2號PTZ呢 就是拍攝我本人 攝影機3號 也就是輸入源3號呢 是 拍攝龍哥帥氣的手指 比個讚吧 好 那 攝影機 就輸入源4號呢 則是我的筆電 就我現在這台筆電 OK 好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來給各位做說明示範 好我們現在 先來示範導播機 最基本的功能 也就是畫面切換 你經常有人說說畫面切換什麼東西 一堆按鈕要先按什麼 然後再打出去 很麻煩對不對 但是今天如果對於什麼都不懂的人 R2 Plus 都加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簡易模式 只要按下MOD鍵 它就變成紅色的 然後旁邊出一個Easy 這時候你要切換畫面 變得非常簡單 你就畫面 1 2 3 4 對直接按下 輸入源按鈕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好 但是如果只用這個模式的話 當然對出去是很方便 但是我要去進階功能的時候 就變得相當的麻煩了 就沒辦法做了 所以我們進階模式 它操作也非常簡單 你可以看到我們左上角 就是我們預覽要編輯的畫面 右上角是我們實際打出去的畫面 所以這時候 如果我們先按其他的輸入源 比如說現在你先按3好了 這時候你再推動推把把它打出去 有沒有 這時候 你就會發現編輯的 跟現場實際播放的畫面 它要互換 這就是導播機的一個 基本操作方式 接下來我們介紹 怎麼樣來更換轉場效果 R2它內建非常多轉場效果 只要你按下Effect 就會進入轉場效果的設定選單 你看到它現在有一整頁的展場效果 其他有兩頁 我們現在用的叫Mix 就是混合方式 那我們如果可以用其他方式 比如說我們現在使用 劍備黑的方式 你看再轉場看看 再切回來 你看就可以有不同的轉場效果 還有沒有其他轉場效果 我們隨便再試幾個好了 Effect 我們現在進入十字型的轉場效果 十字型轉場效果 你看 你要很帥氣的轉場效果 也都可以 現在啊 我們除了用那個Tbar來進行切換 之後我們可以用Auto鍵 它就會用預設的速度 來進行切換 那這個速度呢 要怎麼調整呢 R2它其實呢 有可以做一些精細的細條 也就是說呢 當你進入Effect功能的時候 你會看到右邊 有一堆的功能 對不對 轉場時長 以及黑場時長 這些東西呢 就是剛剛它轉變的那個速度的調整 另外呢 它有邊緣語化 比如說剛剛那個邊緣 它的模糊的狀況呢 全部都是由這邊來做細條的 而它的第二頁 有很強大的功能 你會看到 欸 Deep它其實是使用你自己去設定顏色 所以你要漸變白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從這邊變成白色 但是呢 我們今天呢 不是要示範 比如說白色什麼 我們現在呢 它還可以先經過底圖 然後再做漸變 我們現在把它切換成圖片 它就會進入 它就會選擇它的底圖出現 好 OK 這時候呢 你再把Effect呢 設定成Deep模式 好這時候你在轉場的時候 它就會先經過底圖 然後再 欸 再切換過去 就會變這種效果 最後呢 直播link提供一個非常貼心的功能 也就是 黑畫面暫停直播的功能 那時候暫停直播我在OBS裡面 就 設一個黑畫面可不可以 我們說過 它這個有一鍵直播功能 所以導播機裡面 也需要這樣的功能 所以呢 這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叫做FTB按鈕 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 畫面全黑 那現在為什麼不是全黑呢 因為我有設定背景圖片 我們該只要在 剛剛所謂暫停直播的時候 它就是全部畫面全黑 而且呢 它連聲音都不會出去 這時候如果說 我現在先暫停一下 你就可以按一下FTB 然後你連就可以先離開 沒有問題 然後再回來繼續直播 好那我要怎麼去改底圖呢 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Effect呢 它的第二頁功能呢 裡面 它第二頁功能呢 有一個叫FTB功能 像我現在是有用底圖的 你可以比如說 用你的頻道符號 或者是就寫一個 修旦幾雷之類的 都沒問題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選擇黑色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變回黑色的話 像我們現在的話呢 後面如果直接選擇黑色的話 那你現在按FTB 它就會是黑畫面 我們現在按一下FTB 有沒有 它就是黑畫面了 好我們先回來吧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 你看R2 Plus最厲害的 子母畫面功能 我們呢 如果在拍一個影片的時候 有的時候 像現在這樣子 我們先切過去 對 你看像我們在介紹我的訓言的時候 欸 我人沒有在畫面裡面 這樣不是很無聊嗎 好我們切回來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人壓上去 就是子母畫面 怎麼樣呢 只要按下PIP按鈕 然後呢 你人就上去了 為什麼叫PIP呢 就Picture in Pikachu 皮卡丘印皮卡丘嘛 那你這個畫中畫 人就可以直接印上去了 但是這畫面不是我要的啊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時候你可以藉由左邊的 左下角的那一個 蘑菇頭 有沒有看到 我這樣可以移來移去 甚至我還可以用右下角的 來放大縮小 有沒有 這非常方便 好那 移到我要的位置之後呢 然後我再把畫面打出去 這樣有沒有 這這樣子看起來 是不是就專業一點了呢 但是啊 如果說每次都要這樣操作 是不是很麻煩呢 其實Sporting R2呢 它有 預設了很多的場景 我們可以按左下角 一個叫Sign的按鈕 按下去呢 它裡面就有預設的場景 好我們現在比如說 我們現在假設我們現在這個訪談 左右兩邊訪談嘛 我們就切換 那一個 按下去 對 這是一個左右兩邊訪談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把它打出去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先回來 但是我現在啊 假設我立刻就要切回原來的那個畫面 就是比如說我人在左下角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可以用它的 預設場景功能 你看右邊呢它有個預設場景功能 它裡面有個叫保存跟加載 好 那我們叫剛剛的畫面 我們有保存在第一個場景 那我們現在只要加載回第一個場景就行了 好你看 是不是畫面就回來了呢 但是啊 這樣子的話 我所有都要進入選單操作是很麻煩呢 沒問題 它這可以讓你收縮非常快 怎麼說呢 你只要長按SIM鍵 然後你剛才加載的場景呢 它總共可以加載八個場景 預設八個場景 那前面的一二三四場景呢 可以直接對應下面的訊源一二三四按鈕 只要你在這個模式下 按下下面的按鈕 它馬上就回到第一場景第二場景 有沒有 超級快 非常方便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也是我們常用的功能 叫做一鍵去背 你現在看我後面好像有背景對不對 實際上並沒有 就是實際上它是一片綠幕 沒錯 你只要家裡有綠幕 或者是藍幕這類的 有顏色的幕的話呢 它就可以抓一鍵去背 那怎麼去背呢 就是 你只要在上面的按鈕的地方呢 按下Chroma 就可以開啟Chroma Key 好結束 這一張結束 不是 它其實還有很多很強大的功能 我們現在長按Chroma 這功能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裡面呢 可以選擇 比如說你要什麼顏色什麼 那你說選顏色 我還要拆畫面什麼顏色 是不是很麻煩 不對 它可以直接選畫面的顏色 這代SpoLink 它可以直接 你就是用游標來點選 就是你畫面中有哪個顏色 比如說你要去我本身的藍色 就點我身體 你看我現在就變空心人 有沒有 好 現在先回綠色 那如果說 如果啦 我現場家裡沒有綠幕 沒有藍幕 沒有任何有顏色的幕 我現場就是只有白色的牆壁 怎麼辦 你看就像現在這樣 其實有很多攝影棚 它是用白色背影子 所以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亮度鍵來進行去背 好 你看我們現在按Luma按鍵 你看有沒有 就可以簡單做去背了 當然Luma的話它的去背功能呢 沒有像Chroma效果那麼好 就是射度鍵去背那麼好 但是呢 其實用亮度 它也可以達到去背功能 這是這一代才有的新功能 接下來呢 進一個個人的頻道 上面有上一個Logo 也是很正常的啊 因為我們這個是以為一鍵直播嘛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導播機裡面 直接匯入Logo 你按下Logo按鈕 然後Logo就出現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啊 這Logo可能不是我要按Logo啊 或者是我需要切換成其他Logo啊 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再按一下 那個Logo鍵就會變成是閃爍的狀態 這時候你就可以按左右按鍵 來切換成你其他要的Logo 比如說要這個按讚 按下去 你看那邊按讚了 但是呢 我還可以調整Logo的位置 在閃爍的狀態下 你可以直接用 用左下角的蘑菇頭 然後就可以調整Logo的位置 相當的方便 但是 我這都不是我的符號 我要匯入我這個頻道的符號 怎麼辦呢 那很簡單 你按下選單按鈕 就可以進入圖片庫裡面 然後呢 去選擇你要的Logo 那這邊如果都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插入USB 從側邊的USB孔插進去 然後啊 就可以從這邊去匯入了 按上面的加號 然後就可以進行匯入 比如說我要加一個色博士的圖片進去 好啦 那我現在就可以用Logo 來選擇我要色博士當我的Logo 來示範一次給我們大家看吧 而且呢 這個Logo呢 它是支援去背底色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是那種 支援透明圖層的圖片 它都可以上去 非常的方便喔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R2 Plus的特有功能 那就是PTZ的操控 不需要控牌了 我們幾乎所有廠牌PTZ 都可以支援 比如說我現在拍攝我的 叫做Lumax的PTZ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Appintech的PTZ 它都可以做設定 那一台R2 Plus 它總共可以操控四台PTZ 對應四個不同的按鈕 我們要操控的時候呢 只要說在同一個網域下面 然後我按下PTZ按鈕 我一開始已經設定好了 假設我現在控我的PTZ是1號 我選擇1號 然後我就可以用蘑菇頭 來進行控制了 比如說左右上下 這樣子 非常的方便 那RuneIn、RuneOut怎麼辦呢 就是它有一個 就是左右的按鈕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做RuneIn 跟RuneOut 先RuneOut吧 就這麼簡單 非常方便 然後我們PTZ呢 通常會應用在訪談 或是節目錄製的時候 那所以說有的時候 可能會在對我 另外呢可能有的時候 他要轉過去對來賓 比如說這邊假設有一個來賓 你有沒有發現 他剛剛沒有去動蘑菇頭啊 沒錯 他就是支援預設點的功能 一個PTZ呢 總共可以設定8個預設點 所以說你可以把幾個常用的預設點呢 都設定在上面 然後你只要按下對應的預設點 比如說現在回來看我 你看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切換 絕對不會操作失誤 當你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老闆突然走過來 順便幫我錄一份 那時候你就趕快開啟電腦 你剛才直播的頻道 然後呢去Download 或什麼東西 超麻煩對不對 不用擔心 現在R2 Plus呢 它可以支援一鍵錄影的功能 你只要輕鬆的把隨身碟 或者是硬碟 2.5吋硬碟 插進R2的USB孔之後 接下來你就輕輕按下 RECALL按鍵 沒錯 它就會把你現在直播的畫面 直接錄影 而且是MP4檔案 直接拔出來就可以使用 而且呢 據廠商這邊說的 我們除了FAT三二格式之外 你的硬碟如果說是在 NTFS的模式下 或者是EXFAT這種通用型的模式下 它都可以錄製 相當方便 現在R2 Plus呢 它不需要電腦也可以做直播 不進OBS怎麼直播啊 那就是一鍵直播 你會看到嗎 R2 Plus上面有一個叫做 String按鈕 你按下去之後就立刻直播了 但是呢 你如果平常按的時候 它可能有的時候 閃個兩下紅燈就不理你 先關掉 先關掉 好 為什麼那麼緊張呢 因為它只要按下去之後 立刻你的頻道上 它就立刻直播了 那它怎麼知道 你要在哪個頻道上直播 那就是你可以 藉由WEB介面去設定 它的直播金鑰 然後按下去之後 它就立刻直播了 所以說不要亂按 好嗎 最後要講的是 它最大的改進點之一 也就是呢 它對音量控制的調整 它除了呢 就是上面三個旋鈕 可以快速的調整 主音量 以及兩個聲道的音量之外 它甚至還可以啟動混音機模式 來幫我啟動混音機模式 你看 在混音機模式下呢 它可以針對各個頻道 做音量的增益 衰減 甚至呢 它的兩個麥克風輸入口 可以決定它是Line-In 或者是Mine-In 在這邊都用圖形化的一個功能表示 最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呢 Delay功能 今天呢 當我們有很多音源來源的時候 你要記得 視訊跟聲音 它有時候電腦所跑的時間點 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呢 每一種呢都會經過 所謂的解碼編碼的功能 所以說呢 它其實到你直播的時候 常會發現一件事就是說 欸 為什麼影像跟聲音 其實沒有完全同步 那就是導播機 沒有這種功能 而R2 Plus呢 它在每一個聲道呢 都可以做聲音的Delay調整 那所有的音源呢 出去的時候 它的聲音速度是一致的 跟畫面能夠完完全的匹配 欸 我剛才是不是有講到 Web操控介面 沒錯 只要在同一個網路下 無論是你是用筆電啊 桌機 或者是使用行動裝置 只要輸入它的IP位置 你就可以進入到 這個導播機的Web操控介面 你會發現 Web操控介面呢 你剛才所有介紹的按鈕 它全部都攤開來 讓你可以快速的操控 比直接使用實體按鈕更為方便 而且呢 欸 它只有保留一個虛擬的T-bar 而這個虛擬T-bar呢 一樣可以進行畫面的切換 而且呢 可以保有導播的手感 另外呢 講到一個非常特殊的功能 那就是 它的子母畫面 可以直接用滑鼠 去點 欸 讓那個子母畫面的那個紙畫面呢 去直接調它的位置 不用在那邊用旋鈕去控制 或是用蘑菇頭去控制 非常方便 接下來我們剛剛講到的 Media導入功能呢 它都可以做得到 你直接在電腦呢 使用Media導入功能呢 它就可以 從你電腦裡面的圖庫 去把它導進去 那這樣也不用擦什麼隨身碟了 最後呢 我們不是有講到 欸 一鍵直播嗎 它這裡呢 就有可以做一鍵直播的輸入 金鑰的位置 無論你是 YouTube直播啊 FB直播啊 或蝦皮直播 好沒問題 你只要有金鑰 它都可以輸入進去 然後呢 你按一個一鍵 它就可以直播了 而且啊 你這邊只要儲存的資料之後 它就會儲存在導播機裡面 無論之後你有沒有接上電腦 它都可以記錄 也就是說呢 今天把電腦拔掉 然後呢到任何地方 你只要是導播機 接上當地的地方 然後只要按下一鍵直播的時候 它就可以立刻傳送訊息出去 只要有網路就行 以上就是我們對 R2 Plus的整體操作示範 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 是不是覺得還有很多地方搞不懂 沒關係 我也搞不懂 喔不是 歡迎來現實現場 實際體驗 有些東西真的要自己摸才知道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或是想了解更多 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分享鈴鐺 來獲取最新的訊息 我們下次見 掰